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第二册第三课的课文 在讲解课文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课文的标题 One Box Many Solutions 同学看这个标题呢 可以推推看我们这一课要学什么 会不会是用这一个箱子 然后来解决一些问题 那至于这个箱子是什么样的箱子 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又有哪一些解决方案呢 我们就留在看课文的时候再来讨论 那同学可以先看一下这一课的Walmart F50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People who are creative can think outside the box which means they think differently and use new and non-traditional ideas 好 所以呢这个phrase think outside the box 你跳出框框来想 想这件事情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people think differently 想的不一样 而且使用新的或者是非传统的想法呢 来解决问题 那我想这个关键 think outside the box 的关键我觉得应该是这个creative right 好 在进入课文之前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Walmart Activity提供了三个reels 刚好元宵节到了 我们也可以来这个猜一下灯迷 第一题 A man was walking in heaven rain he had no umbrella and he didn't wear a raincoat either but when he arrived home there was no wet tear on his hat why 在大雨当中走路 可是没有带伞 也没有带雨衣 但是抵达家的时候呢 头发却没有湿 为什么 同学可以想一下 Quest until a woman gave birth to two sons who were born in the same hour of the same day of the same year but they were not twins how could this be 一个妇人呢 就生了两个儿子 在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辰 可是 他们却不是双胞胎 那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第三题 The more you take out of it the bigger it becomes what is this 从这个东西 拿越多东西出来 那这个东西会变得越大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边的三个readers 蛮有意思的 同学可以先想一想 或者是你可以跟同学讨论一下 那我们等整课上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解 帮大家解谜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课文了 在看课文之前呢 同学可以先看一下 这一个 同学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的reading strategy 我们这一课要讲的是 identify the main idea ok so what is the main idea the main idea is the prime concept of the paragraph or a passage 这个main idea呢 就是这个段落主要的概念 段落主要的概念 同学可以在读这个叙述的时候呢 可以练习把一些关键的字 自己把它抓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用自己的话 重新的再解释一下 in a paragraph it can usually be found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r the concluding sentence yet sometimes main ideas are not directly stated they can be implied in several sentences made out of facts reasons or examples leaders to discover the main idea 所以这边呢 他就讲说 这个main idea呢 通常在哪里可以 找到你的main idea 好通常就是在 first sentence and concluding sentence 就是在一个段落的第一句 或者是这个段落的最后一句 因为第一句就是 我要我要这个描述 我的topic sentence是什么嘛 那当然我的段落最后 就是concluding sentence 其实就是重述 我前面讲的东西 所以大概就是你从 第一段前面几句 或者是这个最后呢 你可以找到这个main idea 可是呢 有时候main idea呢 并没有这么直接的被叙述 可是呢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从这些 好几个这个描述的句子呢 它是由 一些事实啊 原因啊 或者是范例 然后组成的 然后我们就 读者就可以来推测 这个main idea到底是什么 但通常 通常 比较完整 完整的句 完整的文章呢 通常这个main idea 会是这个非常清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叙述 rea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sentence of each paragraph and then identify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好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读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每一段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然后来试着第一一下 到底这篇文章的main idea是什么 那同学我们就来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来先看 这一篇文章 一共有七段 一共有七段 我们就先来尝试看看 这七段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然后我们来试试看 来推论 这个最后面 在课本55页最后面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我们来试试看 是不是可以 只看每一段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然后来推断这个main idea 因为现在其实考试 大考呢 这个题目的 真的阅读测验越来越多 这个字真的越来越多 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时间不够 你还要到时候还要花时间去写作文 所以这个reading strategy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阅读测验真的没时间 同学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做法 看第一句 最后一句 每一段的第一句 最后一句 然后来猜一下 到底这个main idea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 我们这一刻的 这个每一段的首跟尾的 这个两个句子 第一段 When you come to solving problems It is helpful to think creatively 当讨论到这个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如果你可以这个creatively 这是我们这一颗单子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有很创意 有很 可以很有创意的去想 这是有帮助的 好 再来我们这一句的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Sometimes We are lucky that our solution may solve more than one problem 好 有时候我们很幸运呢 我们的这个 一个解决方法呢 却同时可以解决超过一个问题 好 所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段的introduction 好 这个 这个 出现在文章的这个第一段 我们都知道它叫做introduction 好 所以同学从这个introduction里面呢 我们可以猜测什么 可以猜测可能这一刻会 要教我们 怎么有创意的去思考 然后呢 我们的 对于一个问题呢 解决超过一个问题 可能会提出 一 二 三 几种问题 然后这个解决方法 好 我猜 从这个introduction 可以推测 我接下来可能 好 可能会讨论如何创意思考 然后 呃 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 好 所以从我们的introduction 好 可以推测 推论 下面的 呃 段落会这样做 铺陈 好 那我们就去看第二段的首尾两句 好 那第二段的 第一 第一句 好 an example of two problems being fixed at the same time is reusing shipping containers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呢 他就说呢 说这个两个 两个问题呢 同时 一次被解决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重复的使用这个 shipping containers shipping containers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货柜 货柜 大型的货柜 好 再来这一段的最后一句是 好 来这边 因此如何解决 这么多庞大数量的这些货柜呢 就是越来越多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好 所以呢 从第二段我推论 他可能要举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能我就是重复使用 我们的货柜 在这边货柜的图片在这里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三段 所以他这边讲说呢 这个问题呢 同样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解决方法 对于这个Amsterdam 这在荷兰呢 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好 我们最后一句在这里 很幸运的是 这一个计划呢 被执行 不但呢 给这个学生呢 非常低的这个 住所可以居住 而且呢 也提供了这个环保 的问题 一个解决的方法 嗯 所以我从第三段 的首尾两句 可以推测 我们 这个作者呢 可能是使用这个 重复使用的货柜 然后来解决 在荷兰发生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谁的 那我们同学 我们在这边 可以看到一个关键字 是students 可能解决学生 low cost apartment 所以我就可以推测 他可能是要解决学生呢 可能那边的欧洲的房价 欧美房价都非常的高 租金都非常高 可以解决学生呢 提供学生这个非常低的这个公寓可以居住 而且也解决了环保的问题 好 这是我第三段得到的讯息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段 太棒了 我从第四段呢 更可以证实我刚刚第三段的推测 这个建设公司呢 提供一个非传统的方法呢 来帮助学生呢 想出一些这个住宅的问题 怎么想出这个问题呢 借由使用这些老旧的这些货柜 更可以证实推断我这第三段的推论 对不对 好 再来这一段的最后一段 这一段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句 好像就是这里 所以这一段只有两句 好像就比较长 In 2005 a kid winner student housing project in Amsterdam began and today more than 3000 students there live in the reused shipping containers 好 所以在2005年呢 就是这个住宅计划呢 开始了 然后今天呢 人有超过3000名的学生呢 然后住在这个货柜屋里面 好 再来第五段 In fact shipping containers as the ones for students housing 事实上这个货柜呢 对于学生来说 是非常好的这个居住 住宅 同学看到这一句 可以推测 那我接下来第五段 会陈述什么 如果是你在做写作的时候 我的topic sentence 是这样 货柜是非常好的 对于学生来说 是非常好的住宅 那接下来我可能就要讲 原因是什么嘛 对不对 优点是什么 那细节我们先补看 我们就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 What's more apartment housing made of used shipping containers can be built quickly and expansively 此外 这些公寓呢 是由这些货柜所组成的公寓呢 可以快速的被建造 而且非常的便宜 就是不昂贵 所以也可以呼应到我刚刚讲的 所以我的topic sentence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货柜呢 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解释原因嘛 对不对 所以这后面的可能有一些细节 在讲原因 但是我最后一句 我可以推测 他这边就跟你说 他的原因是 can be built quickly and expensively 然后再来我们看 第六段的第一句 There are other benefits of reusing shipping containers 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什么 benefits 也有其他的优点 其他的advantages of reusing shipping containers 所以我在这边又可以呼应 呼应什么呢 呼应刚刚我第五段 我推测 他应该就是要讲 为什么货柜对于学生来 学生住宅来说是非常好的 刚好我的最后一句有说 因为他非常的可以快速的被建造 而且非常的不昂贵 好 再来 接下来第六段 还要讲其他的优点 所以呢 我可以合理的推断 第五段跟第六段 应该都是讲他的benefit 好 那我们细节也是一样先略过 不看 我们一样直接看最后一句 built with large windows the apartment led in a lot of light which keeps the rooms warm and bright 诶 没错 这是用 就是这个建筑呢 这个公寓 这个公寓呢 有很多的窗户 然后这个公寓呢 让很多的 可以让很多的阳光进来 所以让房间非常的温暖 而且非常的明亮 刚好也是他刚刚讲的什么 他的other benefits right 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咯 Aside from the example in the Netherlands there are other creative ways of reusing shipping containers 除了这个在荷兰的例子之外呢 还有其他有创意的方法 就是使用这个货柜 还有其他有创意的方法 所以在后面 这个tapi sentence很清楚 所以我可以推断 它可能后面就要再举其他的例子 好 细节一样先不看 那我们就看最后一句 thes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have shown that by thinking creatively we cannot only give the old steel boxes a new light but also turn them into perfect solutions to our problems 非常好 这个例子呢 最近在这几年呢 刚好展现出呢 藉由有创意的思考 我们不但可以把这个老旧的箱子 一个新的生命 住入新的生命 而且也可以把它们呢 转换成一个对于我们其他的问题呢 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呢 就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同样可以呢 解决其他的问题 那他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就这个 all steel boxes来说 富贵来说 他刚刚想 其中一个解决方法 其实就是提供这个住宅 提供这个没办法负担 昂贵房价的这个住宅的人 有个地方可以住 然后也可以提供我们的问题 其他解决方法 那其他的问题是什么 刚刚我们好像有提到 我们好像有看到 对不对 to provide 第三段最后一句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an environmental issue 所以同时也可以解决 环保的 环境的问题 那到底环境的问题 到底是 这个细节是什么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看课文的时候 再去找 但是 确实有我们看每一段的 头为两句 头为两句 大概就可以推测我们这一刻 在讲的东西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了很多 所以你刚刚下的关键字 可以是什么 同学 可以想一下 好 我们这边列一下 所以好像有 creative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 想要一下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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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刚讲的举的例子是什么 举的例子就是货柜 是吧 订阅 我们用这个 我用这个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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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 用这个 相互 订阅 要 chopped 订阅 订阅 issue 但是后面这个就是比较 比较细节的 但是看完这一段 这一篇文章的头尾 大概就是creatively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我们来做一下这一题 so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A. By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we can solve more than one problem B. The problem of all shipping containers resulted from their large number 这个应该不是 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闪掉了 C.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is an idiom that teaches readers to think creatively 这个先可以保留想一想 D. Reusing shipping containers is a good example of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重复使用这个货柜是好的例子 是有举这个例子 但是它是它的main idea main idea应该就是 我的这一篇的中心思想 是什么对不对 其实就是要请大家 可以to think creatively and then maybe you can solve more than one problem 所以看完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合理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A 至于细节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回去看各段的细节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